YEAH! 我今天收到女神紀理解信了 今天2月14日收到一封信 究竟會是什麼呢? 拆開來看看 嘩!巧克力啊! 竟然14日收到女神紀的巧克力 好開心 我剛剛都流淚 大家不要羨慕我 我都知道大家很想收到巧克力 FAPA好涼 好,我馬上來吃吃 嘩!好好吃啊! 我感覺到女神的心在裡面 她的心就放在這裡 真是... 嘩!好吃到... 啊!我不懂形容啊! 不行,不跟你們說了 我自己在這裡自私吃一下吧 拜拜! Hello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沙律 今天是2月12日 由於我沒有女兒的關係 所以我就決定 自己寄巧克力給自己 好了,巧克力已經預備好了 就是這裡 好,我們現在寫完之後 就下去寄了 為了 給自己知道 是女神紀來的 所以就要寫上 拜女神 哈哈 這些字有點醜 算了,不要緊 反正都沒有人知道 對不對? 寫完進去之後 然後呢 我們現在就拿去寄了 走吧,拜拜 拜拜 Hello,大家好 今天就是2月14日 我也相信 有不少的情侶 今天晚上會出去吃飯 看看電影 打拖 我也相信 有不少的人跟我一樣 會留在家裡打打機 做功課 找書 看電視 所以 大家如果 下次想有人寄巧克力給你 就記得在前兩天 把巧克力自己 入定下信封 然後 寄給自己 大家可以試試 在3月12日做這件事 然後3月14日就會收到 然後 你就可以把它放上 Instagram 或者 Snapchat 之類 然後就同樣言 有人寄巧克力給我 對了 我相信 很快就會有人在下面留言 誰的巧克力給你 誰的巧克力給你 然後 所以 就是這樣 這條片就先到這裡 我們在下條片再見 還有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訂閱我的Facebook 還有追蹤我的Instagram 就會有更多我的資訊 好 就這樣 拜拜 不要走 記得 如果喜歡這條片的話 留個Like 就這樣 拜拜 我們很快會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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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